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车祸意外的现场 就在嘉义县太保市中山路跟三河街口 当时是有两辆车行经闪黄灯的路口都没有减速 结果发生了碰撞 而这一撞是波及到了旁边的水果滩 还差一点点直接撞到了民宅 也导致了四名女性跟一名男性受伤 其中还有一名女性是怀有身孕 另外是有一个一岁女童受到波及 还好大家都只有轻伤而已 而车祸的详细原因现在警方还在调查 路口只有闪黄灯 铁灰色轿车完全没有减速 右边路口冲出银色轿车猛力撞击 强大的力道两台轿车甩了出去 往两旁的店面撞了进去 修车行门口像打保联球般 机车很躺在地 像这些车都是客户的啊 就不知道怎么客户这样 另一边的水果行货架被轿车横扫 散落满地一片狼藉 三尾我这里是这样 碰到我们店里头 碰到店里头 这起意外事故就发生在 嘉义太保中山路跟三河街交叉口 晚上11点多 两辆汽车高速冲撞 拖击到的店家 幸好早已打烊 拖地车啦 拖地车就不知道 我们在城里知道这个路口 大家都会拖地板 消防救护人员到场 两车的乘客共五个人 包含一名孕妇 以及一岁女童等待救援 五名伤犯 均为轻伤 一是轻型 两车碰撞后 波及两房住宅 及六部机车 照速因素 简化目前调业 正式去离轻庄 好在车上的乘客都没有大碍 不过看到闪黄灯 完全没有减速的行为 相当危险 简直把车上的乘客 一同送入湖口 华人心 今天我们的物质人帮许无南 嘉义报道